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不叫名师高国华的妻子陈子也被诊断出子宫内有十几颗肌瘤 那这个到底是实吗?让我们来看看吧 子宫肌瘤成因子宫肌瘤是在骨盆腔中最常见的肿瘤也是妇产科领域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在生育年龄的妇女中其发生率约为20% 而年纪越大的妇女其比例越高在更年期前后其发生率约占40%到50% 但是很幸运的这些长在子宫上的肌瘤大多是良性恶性的比例不到1% 子宫肌瘤是你子宫摩托洛每次流一点一点一点的肌成为一个瘤 还有多发性子宫肌瘤因为寒在我们的身体里是随着血液运行的 当你原来的那个点到了一定的厚度 那个地方的子宫膜又可以脱落了 这时候寒走到另一个地方又开始有新的点脱落不了 形成多发性子宫肌瘤 如果你生完孩子后还长期痛经 那你子宫肌瘤是跑不了的高达95 还有5%的女性就是在来立嫁的时候会生气 特别是前三天 如果你这时候生气 本来新的魔要出来 现在出不来了 它就会封闭在子宫壁里 中医叫肝脐欲结 肌瘤就在子宫壁里形成 子宫肌瘤患者很多都会割掉它 我劝大家最好不要割 你割完了很可怕 你的卵巢就会很危险 卵巢囊肿就出来了 我们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 为什么 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一个排毒器官 就是卵巢 卵巢是与肝脏相通的 大家都知道肝脏是解毒的 那排毒的过程往哪排 男走胆囊 女走立嫁等 毕竟以后才再走胆囊 所以说女性寿命为什么比男性长 女性毒素从肝脏直接往下走 而男性却要往上走消化道 通过长排出去 相对来说 男性比女性的排毒能力要差一点 所以你每月的立嫁没有了 你割掉了就意味你的排毒通道 没有了卵巢囊肿就没办法治疗 只有再割掉卵巢 如果另一边也囊肿 那就再割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可悲的地方 你会发现很多人做完一次手术没有成功的 然后又做又割 最后把自己割的什么都没了 可是有一样你会发现 凡是摘除子宫的人脸上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出来了 怎么来的 跟你切除子宫有直接的关系 每个月生理期总有几天不能饮酒 可以割 吃辛辣食物 但你知道这段时间其实是女人的变美期吗 丰胸 燃脂 提高记忆力 排毒等平时很难做到的事 在这个黄金期里都能轻易达成 女人一生会经历四百多次月经 每次二八天不等如此算下来 女人一生的衣食都在和生理期纠缠 不清痛经 情绪激动等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